我叫余颖 我来美国六年 本科在University of Iowa 学习艺术和金融 现在在Sotheby's Institute of Art 学习艺术管理硕士 其实刚开始就是很迷茫 因为家里都是做金融的嘛 所以就理所当然的就选择了金融 但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艺术 特别喜欢看展 就选择了几节艺术的课 然后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对这个很感兴趣 然后后来就在大学的时候 双专业学了金融和艺术两个专业 然后就选择了Sotheby's Institute of Art 苏富比艺术学院 继续在修艺术管理这个硕士的专业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形式 叫极简主义 我觉得艺术它为什么最吸引人 是因为它可以通过一件艺术作品 让它的观察者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变自己对一个问题的认知 从而改变这个世界 从而推动这个世界的发展 这三幅作品其实是我自己的作品 你看到这些黑色 其实是水墨和油画的组成 我觉得在大学期间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了方向吧 最重要的是你大学的经历 和你大学上的课 让你知道你真的感兴趣什么 和你以后真的想做什么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艺术家之一 它的名字叫Bren Kusi 你看到的这件作品 它只有一个女性的鼻子 还有它最基本的一些特征 这个就是把一个人物 或者把一件艺术作品 回源到它最真实 最原始的状态 我到了纽约来之后 我一共经历了四份实习 普遍的实习 也都是免费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热爱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做起 都要从小画廊开始 一步一步地往上升 一般我们每一次拍卖前 都会把作品在我们的画廊里展出 现在我们展出的是 明天就要拍卖的 古代大师作品 我现在在加世德担任的是 Appraisal和Valuation 我们部门主要负责的是大客户 是负责帮他们整个 一个package出来 就把他们在拍卖行里销售掉 如果在拍卖行里销售不掉的话 我们也会帮他找寻其他的区道 大家经常会觉得 从事艺术的女孩 每天都生活在 特别光鲜亮丽的环境下 每天跟艺术品在一起 但其实学艺术是一个 非常艰苦的过程 需要有大量的时间积累 和大量的知识积累 我相信不论是任何的行业 都有很光鲜亮丽的一面 当然背后也有非常辛苦和艰辛的一面 我的整个 我觉得我的生活 就是沉浸在艺术里 除了上学跟工作 我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去 比如说参加画廊开幕 或者说是周末去看展 或者说是参加一些艺术的其他活动 是让我的生活中 一直都充满着艺术 我今天晚上要去参加 David Zunner画廊和 Aperture Organization 举办的一个慈善晚宴 等我的朋友回去 也是一个很好的 认识别人和沟通艺术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天应该就穿这件裙子 我换好以后应该就出发了 今天应该就穿这条裙子 还挺长的 对于我的工作来讲 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因为是我非常喜欢艺术 它本身 所以我觉得 在我认识人的过程中 我是很用心地去跟人探讨艺术 第一次跟圣人说话 我其实很怕 因为我是一个还比较慢热的人 第一次是跟朋友在一起 两个人就是互推互嚷的 就说快去跟那个人说话吧 然后就是这样第一次 然后第一次有了之后 感觉心理上面就过了这一关 现在来讲 我还是希望在纽约留几年吧 因为纽约属于是艺术之都 我希望在这边了解到 更深入的知识 然后回国才能够 把中国的艺术市场规范 艺术应该是一个 我想一直从事的行业 因为这是一个 每天可以让我早晨起来 都非常享受和感觉到愉悦的事情 所以当然会一直从事 我最后的感觉到这边 我才能够更加热的事情 我才能够更加热的事情